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人分封之事已争定局 皇上是不会见王爷的 王爷还是请回吧 本王会再想办法的 你对那十个美人做了什么 他们手腕上的烫伤 是你做的 是本王烫的 我之前问过你 你骗了我 为什么 你烫伤自己也没有告诉本王 本王跟你一样 只是在拖延时间罢了 可是你明明知道 阿代他是因何而死 本王无意杀人 可你烫伤他们的时候就是在杀人 那十个美人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因为被你选中 做了你的棋子 就落得今日的下场 我也是你的棋子 我还想着和你同行复仇 不可笑吗 棋手 与棋子合作 是为了赢 不是为了掀翻棋盘 棋子 永远也做不了赢家 我想做的 不过是替无辜怎么讨个公道 本王又何尝不是呢 本王做这些 不过是为了纵火的罪人 能够扶朱 为了魏北军能够洗刷烟渠 为了倾州无辜的十万王魂 能够安息 可你用这样的手段 替无辜的王魂们申冤 你自己说出来不觉得可笑 对付屠杀了十万百姓的凶手 还要抢救手段 本王同样觉得可笑 你以为我们面对的是谁 我们的仇人是当朝太子 朝堂之争不亚于上战场 在战场上除了赢 无暇估计其他 今后的路 是我不能与王爷同行了 我回来 我回来 你以为我 还得到鬼 我回来 你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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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 你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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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那十个美人被太子灭口了 什么 我追上使团的时候 美灵姑娘已经知道美人被灭口的事情了 月秦很有可能已经和太子达成同盟 灭口美人若无他人相助 不会如此顺利 公主 锦王求见 锦王 这里是芳华殿我有圣旨 你不能带走她 燕妃娘娘多虑了 梅林既已赐给了芳华殿 儿臣又岂敢带走娘娘的人 儿臣只是与梅林说两句话 便会离开 今后的路 是我不能与王爷同行吗 我和王爷已无话可说 那些美人没死 就算你不信本王 也该信他 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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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均以平安回到西燕 当时隐瞒真相 实属无奈 否则不会骗过太子 千万珍重 活着等我回来 本王从没想过 要害死他们 我知道 只是他们的生死 从来都不是王爷首要考虑之事罢了 这本是特意为你准备的 从双林院带来的 既然已经分道而行 此后 王爷也不必再演戏了 到此 我帮你 本王从没想过 要害死他们 王府尽日寻了一个青州厨子 等你分风到了王府 恢复了味觉 厨子好不好 你来评判 本王要扣押你的簪子 带到我们扳倒太子 想跟你阿娘说话 就来找本王 阿娘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我看不懂 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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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你放心 锦王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皇上给他下了禁令 不允许他再来芳华殿了 这是锦王画的 难道之前传的锦王 对你用情颇深 都是真的 不对不对不对 锦王对你绝对不是真心的 我母妃说了 在后宫真心待你的人 都是默默对你好的 人尽皆知的宠爱只会害了你 锦王对你绝对别有目的 不行 我们得去求一求天神 让他不要再缠着你了 求天神 这个就是我们吸烟的忘忧花 只要你用他向天神祈福 他沉入了水底 你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 那个让你讨厌的人了 忘忧花 我跟你说 忘忧花可灵了 子虞欺负我的时候 我就用他向天神祈福 结果隔天我就来和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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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公主 等等等等等等 马上就传了 再等等 这花已经湿了 早晚会沉下去的 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